男士只有一格,女士有四、五格 男士同事便會下樓下快餐店去廁所 我覺得不算多元 我也是覺得不多元 都多元 我想應該比傳統的IT行業多元 我是e-commerce的團隊 裏面都有不同性別 有不同性別的人 沒有特別的原因 化妝這行比較多元 因為IT普遍都是多男生 30人只有三個女生 所以其實男生是佔大多數 我覺得職位上 即是Post上來來去去都是那幾個 身邊的同事其實年齡差不多 我覺得亦都是Local的同事 所以又不可以畫到很多元 IT都是多男生 但我這邊反而是男女平均 都有女生做program之類 公司在世界各地都有很多分寶 所以有不同的種族 公司年齡層都挺大 多了男生去做化妝 或者是人們會接受給男生去做化妝 可能會覺得其他女性解難能力不太好 至今都沒有 因為始終我們都比較重視 你本身個人的能力 以及你有的能力 其實有的 因為我自己是剛剛畢業 就已經開始入行 他們那時候見到我 就是一個妹妹一定是不懂的 所以我就唯有努力一點 就是告訴別人我是懂的 公司裡面 他男士只有一格 但是女士有四五格 那些男生同事就會 到樓下快餐店去廁所 可以擴展大一些不同的職位 這樣就多元化一點 我覺得對整個公司的環境 是會再更加有效 Mental Program 定期做review 就是team building 都是不錯的 知道大家不同的背景 還有一些文化 可能大家有少許不同 都會透到team building 去熟習多一些 你收的人 是否夠大 因為你職場多元化 同事會有更加多 sense of belonging 還有你會感覺到 員工是value 這間公司 銀行可能會見的客人 都可能不同國家 不同種族 可能會對一些產品 對不同文化 可能會有些不同的幫助 去推動一些銀行的產品 如果一間公司有多些國籍的人出現 其實都可以令到他們展開 令到公司去賣進一個國際級的層面 都會有些人都會有很多的地方 可以一直這樣做 包括販cine 通知 ary 誠 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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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